各位同学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范例2 它也是一个三个力平衡的问题 一个重量是5W的圆球架在两个光滑平板上 光滑平板意思就是不用考虑摩擦力 而甲平板跟水平面夹53度 乙平板跟水平面夹37度 好,我们先把无摩擦写完 那忽略摩擦力则甲施与球的作用力是多少 乙施与球的作用力是多少 那么如果没有摩擦力 那剩下的就是正向力 就是甲和乙之间的 甲和球之间的正向力 互相挤压的力 还有乙和球之间的互相挤压的力 所以有一个力是长这样的 第一个这个叫我们叫它N甲 那另外一个力是跟乙的这个接触面垂直 我们叫它N乙 还有第三个力 第三个力就是重力 重力就是5W 那我们会把重力视为作用在重心的位置 这样所以从原心画出来 好,那就像范例1一样 我们这个情况也可以是适用于我们的封闭三角形 这三个力的向量加总为0 所以我们就可以平移这三个力 那我们把这个力复制一下 复制到下面来 再处理它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甲呢移过来 然后移呢做延伸 那看起来这个甲有点太大了 我们再把这个甲做一点调整 先把这个5W移走 没有移 没有移 好,那再把这个甲的部分 稍微缩短 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封闭三角形 那跟原来的去比比看 它的角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它的角度 首先那个乙啊 我们这个其实剩下的问题 只有一些几何的判断而已 这个地方是直角 好,所以这个角是37度 那甲这边也是类似的 这个地方是直角 所以这个角是53 所以这个角是53 对不对 或如果看不太出来 我们加个辅助线 因为上面的这个地方是53 所以这里是53 所以根据内错角 所以这里就是53 好,所以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对不对 看得出来 n甲n乙是几个W 所以n甲就是3W n乙就是4W 就这么简单 我看得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